新冠肺炎第六波疫情延烧 那么现在就有工卫专家点出了 呼吸到疫情会在夏天迅速传播的主要关键 就是因为冷气防传播 再加上现在有很多民众 其实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 更担心目前在美西 造成多家医疗院所大规模感染的LB.1变异株 可能也会开始陆陆续续的传进台湾来 好不过现在抗病毒药物莫娜皮拉为短缺 机关署设下严苛的开立条件 也让专家看了很紧张 要是再不放宽用药限制的话 恐怕将要先起一波机构确诊跟长者的死亡潮 拿出裁剪棒绕着鼻腔内壁 帮小朋友做新冠快筛 不到一分钟立刻跑出两条线 还有民众说自己在等待男药时 遇到旁边的女子一直咳嗽 结果回家后觉得不对劲 快筛侧新冠果然两条线 非常惊讶自己 明明全程都有戴口罩 金湖这波传染力实在很强 而公外专家陈秀希也点出 第六波新冠疫情 会在夏天迅速传播 关键就在冷气房 在冷气的环境里面呢 这些病毒可能会比较稳定 它的传染性会变强 包括流感 包括冠状病毒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对外换气换得不多 为了省电大部分是内循环 空间里面的病毒 一直流在这空间里面出不去 面对疫情升官 却因为抗病毒药物莫娜皮拉为短缺 警官署也设下严苛的开立条件 但有医师担忧 不少机构注明 很多人都是长期挂着鼻胃管 或者是长期卧床 一旦染疫后 还得先到医院门诊 在医生的评估下 才能使用抗病毒药物 对患者来说实在不方便 更担心如果不放宽 用药限制 恐怕会掀起一波机构确诊 跟长者死亡潮 这个药目前还是由中央管控 等于是中央厨房 那中央厨房 你就不可能每个点 都配了一大堆东西在那边等着 就有调配的问题 虽然目前国内新冠病毒株占比 还是以JN.1G首位 但医师市井KP系列病毒株 也在激起直追 专家更担心 已经在美西造成多家 療养院大规模感染的 LB.1病毒株 也会陆续传进台湾 一旦用药问题不解决 就怕会增加染疫后 并发中重症风险 记者未提及的报道